某天晚上看足球比赛,三岁的儿子突然问,那些小宝宝被球员牵着上场是做什么的,以往只顾看球,但很少关注这些细节问题,打算好好了解一下解释给儿子听。 球同跟随球员实际上,国际足联规定,为了让足球理念深入人心,凡国际以及足球赛事和一些重要的足球比赛,必须携球同入场,男女不限。 但这个规定又是从何而来呢? 国际足联,促进着国际足球的发展队员所领的小孩儿,是比赛主办方或主队在当地足球学校或小学挑选的,他们的出场是为了奢明此场比赛的纯净与友好。 众所周知,小孩子在大家的印象中总是天真、纯洁的,他们已成为体育竞技有益第一的象征。 他们都叫球同,源自百度百科。 球同,Megis,最早出现于1998年法国世界杯。 这些孩子由全球多个国家和地方选送,代表全世界的孩子出现在世界杯比赛现场,象征体育竞技有益第一的主旨。 球同牵手国家队、俱乐部队员出场和列队,意在表达足球比赛的纯净与友好理念,宣传足球运动公平、公正的竞技精神。 从法国世界杯开始,国际足联规定,为了让足球理念深入人心,凡国际以及足球赛事和重要足球比赛,必须携球同入场,男女不限。 于是,球同出场成为全球足球赛事普遍使用的仪式,小球同。